那我先講結論 這個問題我有幫大家做一張圖表 那結論就是 其實他這個做法 講白了就是開槓桿 那開槓桿我們都知道嘛 對開槓桿就是雙面刃嘛 今天開槓桿賺錢了 沒話講 你只要就像你那個打籃球一樣 贏球自百病 你只要賺錢了 什麼都是對的 但是呢 現在很多人都在想說 這個時間也這麼好 是不是應該要做這件事 我們就不講那個美好的一面 美好的一面大家都跟你說 我們今天就講最壞的一點 什麼情況是最壞 你不想看到呢 就是當你借錢 借入的錢 你去買這些高息ETF 高息ETF很不幸的走跌了 會發生什麼情況 來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1000萬 那我們去買這個高息ETF 你借到1000萬 你買高息ETF 我們來用這個6%做計算 一年的股息就是60萬 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假設這個1000萬的本金 它遇到一個比較明顯的空頭 這個商品它跌了30% 跌價30% 算下來1000萬就縮水到700萬 700萬的6% 股息剩下42萬 假設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本來借是借1000萬 那你每個月的這個貸款金額 你能不能夠cover得住 當你的這個配息縮水 從60萬縮到甚至42萬 你整整少了8萬的金額 你能不能cover得住 這一個貸款的金額 如果你能夠cover得住 這個就是最壞的情況 當然如果修正到4成5成 那比較極端我們就不考慮 兩三成是非常常見的 那如果你能夠忍受這樣子的風險 那我覺得你就去做OK 那開槓桿你要用對商品 其實我覺得ETF 你拿來開槓桿是OK的 但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先把最壞的情況想清楚 如果你連這個最壞情況 你都沒有考慮過的話 那我覺得你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如果真的發生 這樣子不幸的情況 你可能自己也會慌了 對那我們就直接跟剛才 前面跟剛剛講的結論 大家來做這個槓桿投資 賺錢的都沒人會講話 但是賠錢他不會跟你說 因為賠錢的都已經掛掉 他不會再講話 就信存者偏差 會有人跟你說 這一個很好的人 都是因為他們透過這個方式 有賺到錢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非常的佛心 先跟大家風險預告 最壞的情況就是 當你投入的商品它跌價 這都最差的情況 如果你能夠忍受這個情況 那你去做 我覺得是沒什麼